说到杀死自己的政敌 上个星期三 上午一点的时候 联邦警察在最高法院的法官 Bred Cavanaugh家附近 逮捕了一个26岁的人 这个人从加州来 拿着枪、子弹、刀子 防狼喷雾剂 塑胶手铐 还有很多破门锤之类的 还有很多其他工具 要来杀死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 这位年轻人想要杀的大法官的原因 是因为他接到了 最高法院可能会推翻Roe v. Wade 这个联邦堕胎权的判决 我们来看一下新闻片段 昨晚FBI agents 逮捕了加利福尔家家 的男人 roughly 10 minutes later police say they got a 911 call according to the affidavit Roski was turning himself in expressing that he had come from California to kill a Supreme Court justice had a firearm in his suitcase and was having suicidal thoughts law enforcement arrested him around 1.50 a.m. recovering a Glock 17 pistol ammunition, pepper spray and other supplies Roski allegedly told a detective he was upset about the leaked Supreme Court draft decision that would overturn Roe v. Wade 这个人透过左派流出的媒体 认定的还没有出来的判决结果 又从左派的阴谋论网站上面 找到了这个大法官的住址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 通常一个暗杀事件 就是促成内战的导火线 所以至少民主党也认为 我们要和平解决 我们要透过沟通 我们要合一 就跟Joe Biden上台的时候 都说的一样 要Unite America 一样对吧? No 一直以来 他们鼓励着暴力 鼓励着威胁 鼓励着暴动 一直以来 他们都是支持 这个非法抗议的机会 这个机会抗议 是非法的 因为是在住宅区 住宅区里面 不可以有抗议活动 你要抗议的话 你去他上班的地方抗议 But they don't care 这些动靠着 这些动靠导物 帖出了个线 导致旅宫 的実践是 是那种感覺 這個黄金的 需要带你的 去带来 $5 看法 我认为 我认为 这个位置的 有很多 有很多 凶 凶 多 很多人 在这国内 就是什么 他们看得到 它有着 我们当然 要人们的 privacy 被人 要人们 可 khai 要是 那种 可以 那是 所以他不在认为那条位的主观 他不在认为他在法庭的主持人宣布 我所不在意的主持人宣布 我所不在意的主持人宣布 我所认为有道德先生的主持人宣布 我所认为有道德先生的认为 在未来的主持人宣布 我们在法庭上的主持人宣布 我们一定会向上保护的主持人宣布 这是会的主持人宣布 我叫你负败 你会出现了牛途 你会费用的仓值 這位參議院民主黨的主席Chuck Schumer說的一點都沒錯,他真的是一個說到做到的人 左派跟民主黨真的行動了,他們實際用行動要來推翻我們的司法,還有威脅我們的大法官 威脅他們,然後還有他們家人的安全,推翻三權分立的憲法 而且要推翻整個美國的政府運作模式 根據前白宮發言人的說法,這只是他們很熱情很執著的在抗議 他們是被打壓的,他們只是把被打壓的怒火彰顯出來讓世界知道 就是這個樣子助長著典幫重罪的想法 這位試圖殺死最高法院的法官的人被抓到了之後 抗議人士馬上就重新聚集到了大法官的家門口 再度肆無忌憚地犯下聯邦重罪 而且警察還在旁邊看著保護他們犯罪 暗殺政要來達到政治目的,全世界任何國家都被標榜成恐怖攻擊 除了美國,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人很有可能會殺了這個法官的全家 他跟警察說,他想要做的是一個謀殺,然後自殺案 就是,就是犯案了之後呢,會自禁 當時大法官全家都在家,他老婆就睡在他旁邊,兩個女兒也在家 這很有可能是一個滅門的慘案 所以一直鼓勵大家去犯聯邦重罪的前白宮發言人 Jane Sackey 又被問了,這麼可怕的事情 你後不後悔當初鼓勵人去抗議,而且犯聯邦重罪啊 他的回答是,你在說什麼啊? 我從來就沒有鼓勵過這樣的事情啊 一星期以後,被罵罵罵罵罵 ロ威凌特市 所在眾市公的國務,都說了 пров議 室會寫你又說的, chiar對 我們確實繼續去鼓勵 人們情説在外面的家庭 我從來不是說這個 我以為了便宜不說過 我提了 因為 Eu放鬆的 對,當然 Saya說 這是我的詞有關重要的,不是嗎 不是你 или我放鬆的 他們在通常上去印象為他們想要被ollen失去 結果的 這是一個國家的罪位 to protest outside of justices homes to impact the results so my question is do you regret encouraging people to protest outside of justices homes even if it is peaceful it still is a federal crime well first thank you for your question and bring it forward let me first day because I think facts matter and facts are important I never I never encouraged anyone to protest I encourage them to do engage peacefully and to do it without violence without threats and without intimidation and that's something I said many many times and I think is vitally important It is also true that peacefully protesting in places where it is legal and it is legal in many places in the country including outside of some places in the country for sure is something that is allowed 各位有沒有發現 他沒講兩三個字 就會認知到說糟糕 我講這句話就代表我在鼓勵非法行為了 因為在法官家門口抗議 來改變判決就是非法的 不管是不是和平示威都是聯邦重罪 我沒有鼓勵他們抗議 我是叫他們 Engage 參與 和平 和平參與 這樣是合法的 這個是前白宮發言人對於自己的行為 進行狡辯的方式 那麼左派的媒體 像說CNN CNN他是怎麼說的 他們用的方法是 分攤罪行 暗殺會發生 真的很過分 不過這是因為雙方都很激進 因為雙方對於這件事情都有觀點 所以才會發生這種不幸 這個呢 兩邊都有錯 一個同班打不響 they've been sounding the alarm alarm on this for about a month is that supreme court justices will certainly be you know potentially targeted by violent extremists who are angered over this pending ruling that is poised to strike down roe v wade this is an extremely passionate issue there are emotions on both sides federal officials have made clear over and over they believe the risk truly comes from both sides of this abortion debate so certainly this case you know really solidifying what federal officials have been warning about people 就是January 6th 1月6號可怕的暴動全美國最黑暗的一天民主死亡的一天因為一個人戴著山頂東人的帽子在Nancy Pelosi桌上跳舞然後他們說這些報名殺警察結果後來發現全部都是假的只有警察殺了Ashley Babbitt整個指控全部都是假的等於他們沒辦法對我們指控什麼東西 但是我們這邊可以說BOM的暴動殺死了十幾個人Chaz、CHARP整個國家燒了一整年燒警局我們可以指控這次的暗殺還有在棒球比賽試度要暗殺那個Steve Scales的那個Bernie Sanders的支持者就連紐約Buffalo超級市場的槍擊案跟德州Uvaldi的校園槍擊案還有紐約地鐵的槍擊案 密西跟開車撞人這全部都是左派的神經病做的這種對於保守派的攻擊的左派有好多好多我們怎麼可能會有衝動去暗殺大法官我們反對墮胎的人有什麼理由去暗殺大法官根據被洩密的文件我們會得到我們想要的判決ROVEWAY是會被推翻的那麼為什麼我們是促成這個暗殺行動的一部分我們也要負責任 這一切都是從左派來的但是他們不想要任何責任而已響應神的呼召關愛以色列為耶路撒冷求平安一棟國度基頁耶路撒冷事工分享會在6月16號週四即將舉行zoom meeting線上特會這是延續上個月土耳其以色列華人命定的特會要切實將福音傳回耶路撒冷這是神在幕後所做的猶太人與外邦人要同為一體同盟應 也許進入一個新人的祝福此次的講員有萬王之王事工主任牧師Chad Holland萬王之王事工長老Michael Brian Labby國度基頁耶路撒冷事工張清泉牧師和李薩拉牧師線上特會時間是6月16號週四美西早上7點到9點亞洲時間晚上10點到12點以色列下午5點到7點一起來參與啟動國度基頁耶路撒冷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